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来看看检视一下我们地震过后的基隆 同时也要带大家来看看 电动机车这个最新最好的一个政策 大家的反应是如何 首先问您交第一位是我们来自中正区的市议员 蓝敏黄蓝一座 主持人连一员 秦一员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 我们的连恩典连一座 主持人蓝一员 秦一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恩典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秦真 秦一座 主持人小军好 我们来音员 还有我们连一员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秦一座好 最近大家讨论很夯的就是地震 地震过后的基隆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一段影片 就是看看当下基隆发生地震时 我们的市中新区到底有多恐怖 所以各区还好吗 都有规列啦 基隆这市集还好 还好 对 但是那时候在市中新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他一直不断震动 很危险 两栋没有连在一起 对 对 那我觉得这民众也是非常的勇敢 他可以站在那边这样子拍 然后重点是看到这样子 其实各区我们比较老旧的围楼 就会大家比较担心一些 对 那等一下回来又可以带大家来看看 探讨一下 其实我们市中新区在信四路 有一间真的是围楼已经采除了吗 我们要请教兰一座 好 我想这次的花田地震 强度高达这个7.2级 已经对这个花田造成重大的灾害 包括天皇新大楼的倒塌 那跟一样是我们的中横公路 现在可以说是满目苍蝇 我想这严重的打击到 这个花田的居住安全 还有未来的城市发展跟观望发展 那基雄市虽然这次只有市集 不过我们各区也有一些庭新的灾 那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中正区信四路 这个楼层倒塌 那我先补充一下 去年9月的时候 市政府就已经针对这栋建筑物进行沟通 我们希望业者能够主动的拆除 因为有很多的民众 向市府城勤 向里长城勤 当然也包括到了夫城勤 因为游人观光客都从这边进到那个树梯 那看到这个建筑物就觉得有点担心 而且也影响四 那我们不断的跟屋主来沟通 那去年9月我们达成由市政府来负责鉴定 那鉴定报告出来以后也确定他请袭很严重 而且耐震力严重不足 所以民众也同意要来拆除 那当时依程序 我们就市政府就跟民众打成一个共识 希望在4月30号以前能够拆除完毕 那很遗憾 这次地震就把他的震垮的差不多 不过所幸是政府事前就已经有把安全维护的范围给围起来 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庆幸 那针对这一次的地震 我想各县市政府都要有所谨定 尤其我们基隆市是一个以山坡地为主的城市 我们有94%是山坡地 那基隆市就我看到最新的资料 我们33年以上的老旧房屋有8.1万户 那么5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有1.3万户 那也就是说基隆市33年以上的老旧房屋 高达总面积的48.6% 也就是说基隆市有一半的房子 都是30年以上的老旧房屋 那因为我们山坡地比较多再加上多余 所以对于这个都根的问题 我们就要特别特别来重视 那刚好谢国良市长上任之后 也要成立所谓的都根办公室 那么我们也成立都根办公室的规划会 预计大概4月底5月初 市政府将成立都根办公室 那借由这次的地震 我也特别请都化处跟公务处 要加强来推动所谓围绕都根 透过围绕都根 因为它有很多奖励的一个条例 我们才能够鼓励建商愿意投入建设 民众也愿意配 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目标 那这次地震我特别 富贵市场对对对特别关心 除了信事录在我的选须之外 富贵市场也是在我的选须 那富贵市场是在去年就已经完成预算 要鉴定为为了要拆除 可是到现在好像工程发包不是很顺利 那我们希望是政府要加快脚步 把这个富贵市场的拆除的预算案赶快执行完毕 早日把这个富贵市场拆除 免得周遭的民众过得提心吊展 是真的会提心吊展 还有安乐区的安乐一起国宅 我们要请教秦珍秦义座 很多民众传照片 其实安乐一起的国宅 它是预助式的方式 比一般的钢筋结构更脆弱 尤其在这次地震之后 很多的那边的住户都打电话 在跟我讲会传一些照片给我 说他们的楼梯间跪裂 墙壁跪裂 家里的床户边 还有厨房都跪裂的东东清醒 还有这几天下雨 一些漏水的问题 我想这就是一个房屋的老旧的一个现象 老化的现象 那还好基隆是四级多 假设基隆这次七级就有这种灾情的话 我想我们安乐一起真的是全垮了 所以说安乐一起已经在积极在做都更的一个 协调的这个程序中 但是有八个区块 有八个基地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基地 六号基地 他们积极的在进行 已经送到市政府做都更的一个 划定的一个审核 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在都更这个办公室成立的时候 积极的来将我们都更的推动的这个角力 加快一点 因为很多的现在都更推动的一个停滞的问题 就是在于我们很多的住在于说 他们的这个都更过程中 他们的权力以及他们的经济负担在什么地方 还有将来如何的来兴建这个安全的保证的一个 这个保证度 市政府能不能给予他们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助力 我想再次他们心理上所能想需要的答案 因为现在这个提升发生之后 我们我看到台北我们讲话事长 他说他们打一个口号出来 大都更时代来临了 我相信我们金鸿市应该也要朝这个方向 积极的来把我们金鸿市 刚才郑林医院讲 我们将近40%的比例的老旧房屋 试着我们也积极的来推动都更的这个脚步 如何推动都更的脚步 我想在奖励以及协助上 以及让百姓们认可一个安全度的信任度上 如何的加强给他们信心 我才是我想认为才是我们都更加快脚步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向前的一个步伐 对 真的就是要向前 像那个联宏社区就是关华国在对面那个社区 联宏社区他们的钢筋裸落也加剧 今天早上市长还去会看 联宏社区之外我再补充一下 联宏社区他们在林佑昌时代已经在积极推行 到现在将近八年了 八年就裹足不全 最主要是问题大家的诸乎问于他们的权力 以及他们的经济能力负担问题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政府如何的来协助把百姓心中的困境 让他们化解掉 让他们能源于来承受我们这个都更的向前走的一个 大家配合度 我想才是我们未来政策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是 所以可以看到各区其实有一些老旧房屋 都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都更的生号就整个发了出来 然后带大家看那个暖暖公寓 暖暖公寓也是很严重 对不对 我们请教恩典一座 好 在暖暖区的部分 我们暖暖公寓有发现到这次在这个暖暖街的旁边 有一个有一栋16户的住户 那这一栋楼呢 有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也非常严重 它的柱子已经都归裂得相当的厉害 那当天也马上我们通知了这个市政府 也有建筑工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市政府都发处以及使照客的 都到现场去了解 那最后的结论是那一栋的房子要贴上黄色的标记 那贴到黄色标记就像这个信事录那一栋是贴红色的 那黄色的人就是要人一定要撤离 那不能进去了 那当天就有三户撤离 那五个人市政府社会处就安排到我们饭店 马上去进驻 那危机时间是三天 那现在重点来了 这个黄色的部分贴进去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积极要跟大家讨论 一共有16户 那讨论要是不是要再用这个灾害都根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想刚刚有说到危老都根和灾害都根 那市政府这边也说明灾害都根的速度会更快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房子真的已经在不堪在住了 那最近地震又这么频繁 所以市政府也很担心 那目前也叫 特别贴到黄色单子 这一共有四户 那叫他们人目前不可以再进去 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12户 那目前状况还好 但是他们都有意愿 借着这一次的灾害 来愿意来配合 赶快用灾害都根的方式 来尽量来解决 那我们目前服务处也协助他们 第一个要点赶快成立的管理会之后 然后市政府在将对这一个管理会 也就对这16户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来处置 那另外在这个过港路十项的最底端 也有一片的这个沙土岩的滑落 当天也市长和这个突发处也到了现场 还有我们的产发处 处长也都到现场去看 那市长下来的部分呢 是对目前的住户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那个滑落部分 距离我们住户大概还有15到20公尺左右 那市长那时候马上交代 因为隔两三天 气象报告说是有大雨将要来进 大家也很担心是不是会继续滑落 是 那所以市长当时就指示 在他们的这个公寓旁边一定要装设临时监控 那当天晚上那个厂商就进驻把临时监控 加上红外线的 然后马上做监控 然后区公所来把落下来的这些的石 这个石块部分 那做一个帆布的先盖着 免得雨水来会冲花 我想这次市长在这些的灾害处置上 他的也反应也是很快 然后尽量让这些住户民众是有安心的 是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安全 让大家住得可以安心 那另外就是来带大家 大家都很有感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交通 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中正区 中正区公所的周遭 听说停车乱向很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 林恩典也希望市政府可以利用 六二快速道路桥下的空间 好好规划利用 像这种地方适合做什么 那这个活动真的充足的证明 因为下大雨 在不管是表演的人 还有这个来的听的观众 在那边都没有影响 那特别是在 两排都停 而且有时候停斜斜的 那个人要走过去就很困难 来到小巷弄 短短不到两公尺宽度 两侧却停满机车 让行人很不好走 这边的两侧都会被提防停车者 所以说我们现在单侧暂时用三脚 被独掌起来 让民众不要停车 只能勉强停单侧 为了解决机车停车需求 市议员莱敏黄 邀请了交通处 需工所等单位到场会刊 也将行政大楼左侧的花圃 规划空间作为机车停车阁 右侧也将规划停车阁 方便民众使用 今天的会刊 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中正区 公所作造机车停车位不足的严重问题 因为有民众向我反映来这边洽工 机车都没有地方停 只好违规停在巷子 又被取定 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 经过我们现场的会刊了解之后 我想我们中正区公所前面的人行道 非常的宽广 我们可以利用前端的位置 来规划做机车停车阁 那么根据交理处现场的会刊 未来区公所前端的部分 我们大概可以规划出 近40个机车停车位 所以我们决议 请区公所来执行这个工作 那相关的改善经费 我会请民政处动用我的联系工程馆来执行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将来 机车停车可归要完成之后 我们也希望民众就不要违规停车 因为你们把机车停在巷子里面 那就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 万一有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影响救护车跟消防车的进入 结果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们请教来一座 我想中正区公所 那个启用之后 可以说大大的提升 我们中正区民众服务的一个效能 可是机车位不足也困扰着大家 除了每天在区公所上班的公务人员之外 洽工的民众也很多 那目前我们实地会看之后 的确周遭都缺乏机车的停车空间 那刚好旁边有一个小巷子 那大家就把机车停在那边 那就很多人向里长反应 也向我反应 说这个轮椅组就没有办法过去 再加上他们也担心救护车要急救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办法进入救人 所以我就办了那个会堪 那会堪之后我们发现 可以改善的问题 地方就是说我们居公所前面 他的骑楼非常的宽广 我们可以利用部分的骑楼的空间 来规律机车停车阁 那这个部分也或者交通处的一个首可 那我会动用我的建设款 把部分的绿地来整平 来增加整个停车机车位的空间 那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需要机车停车空间 除了恰功能也之外 那个地方因为大沙湾圆区 开闭完成之后 假日也有非常多的民众会到这边恰功 所以我们急需要多开闭一些 气机车的停车空间 才能够加回市民 让市民恰功更方便 那观光客到这边也不会没有停车位 望而却步 对真的就是民众很有感 就是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人行步道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都在说 就是人行空间 人行城市 人本都市 我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新丰街的人行空间不足 第一个就是新腹体这边 我们要针对251项到162项 来新建一个新的人行道 因为长期都没有 那这里的骑流高力差太大了 真的不方便老落父母行走 所以市长非常赞同 这个路段来做新的人行道 那人行道的施作过程中 我们会考虑到电线地下化 还有部分的空间要规划做机车停车 这都没有问题 细节的话我们会请公务处 会后再来推动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海中天到这个深溪路那一段 那一段十年前张东龙市长在内我就争取了 我跟市长配的很好 那张市长也把两车做了人行道 可是十年前 只规划一米宽 那先发展到今天 人流车流一来一到 我们发现真的是不够宽 那丁地长也建议说 那个地方能不能够缓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纳入考量 那所以我们第一阶段 今年大概就是先针对新丰街的 人行道改善 大概这两个部分优先来处理 这真的是当地民众真的很需要迫切药的一些设备设施 我想新丰街因为过度开发 那早期的都市计划也不够完善 所以造成道路密集不够 那我们现在一直非常困扰我们的就是交通塞车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一直积极在争取一条新的连外道路 那也跟谢国长市长在研议中 那这次的会刊主要是针对行人友善的部分 因为谢国长市长上任之后 非常重视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新丰街刚好在这个251到122向这个路段 他刚好没有人行步道 那我经过这个好几年的争取都没有获得市政府同意 那谢市长上任之后 我特别跟他说明了这个问题点 那天非常谢谢市长 亲自到现场来办理会刊 那市长看过之后他就非常认同 这一段的连行道有需要尽快的来布建 所以他也已经做成决策 请这个交通署尽快研议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能够把251向到162向的连行步道给建制完成 那这个工程有点困难 就是沿线有很多的电信 那我们也事后跟台电做好沟通 他们愿意配合这个连行道的建制 然后电线地下 经费由他们来出 这样我们就轻松很多了 所以我想我很快就可以帮新丰街的民众来争取 这一条251到162向的连行步道 未来一定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新丰街 新人通行的一个安全跟便利 然后那边也常常塞车 听说连外道路也都在规划中 对 然后大家就可以尽其期待 之后可以解决那里很神奇的一些事件 那再带大家来看 其实这个通勤族上下班是一直是是否很关心的问题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情真情义座在市 在市长总咨询的时候 针对国家新城这一段提出的建议 关系安乐区民众通勤权益的 金融市议员请政认为 目前的国道客运行驶班次 仍不足以因应民众上下班的需求 因此建议金融市政府 可以向台北市政府争取开放阶段性的路权 在尖峰时段允许金融市公车代班行驶 接送金融市民往返台北 向我们公路总局申请阶段性的开放路权 还有台北市市内道市府转应站 及南港转应站的路权 让我们有金融市公车来代班行驶 服务我们国家新城及安乐社区 附近站下半端的这些上班的这些市民 以及辅助国光1815 1813 他们曾经也无法复合的运载量 那本系在建议 我们既然要代史公车代史的时段 早上的一个上班时间是7点到8点 晚上夜间回来 从台北回来的时候 是6点到9点两个时段的班次的行驶 对此金融市长谢国良坦言 以金融市公车行驶台北市可能有困难 不过金融市政府已经编列紧急公路运输经费 视状况以游览车载运通勤民众 这个是我们有准备一个预算 就是说给紧急车辆去调度输运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不能收费的 这就是比较紧急 所以我们就是说 比如说真的有发生 这个怎么样 就是拖太久回不了家的时候 那我们等于就是派空车去 然后把人就载回来 另外有很多议员先机 包括秦毅座也特别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用跳蛙的方式 因为跳蛙的方式是公路总局 以及我们台北跟新北 现阶段一个模式 跳蛙只要在上下班的尖峰 来开车就好 这个科医业者 他们比较有意愿 就是说在离峰的时候 他不用开 那比较长远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个国道客运 他欠缺司机已经是全台湾的问题 因此我们各县市也都提出来 尤其我们吉北北陶 都有提出来说 我们原则上会来争取说 客运业开放用双程巴士 量能能double 驾驶员的司机能解决 针对国家新城常出现塞车问题 秦珍也建议金融市政府 在路口处进行车道调整 或是尖峰时段 采取弹性调拨车道方式 以疏解车潮 是不是我们交通处 和公务处 去看一下这个路幅的宽度 够不够 假设够的话 是不是可以批评四线道 假设在路幅还没有批评四线道之前 我希望我们交通处 去可以临时性的早上 六点半到八点之间 用刁拨测道的方式 把这个上来两线道的车辆 改为双线道 让我们出去的车辆可以行走 因为早上进来的车辆很少 但是出去的车辆很多 另外秦珍也关心 长坑商圈的停车问题 呼吁在税务大楼前的 公共造产平面停车场 可以改建为多功能立体停车场 同时建议金融市政府 盘点全市所有学校运动空间 开放年轻朋友租借使用 真的安乐区真的就是冷多 通勤问题真的是占最大的部分 请教请珍请一总 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包括了捷御延伸到长庚应院站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系事长一上任之后 他非常的积极 也想了很多的一些方式 跟我们交通署的王处长 想了一些比如说到火车站的 一个公车监狱到八度火车站 去接那个所谓的7.43 7.25的两班的这种火车 然后到南港去的一个方式 还有增加一些所谓的 游览车业者的一个辅助 那其实这些方法在怎么补助来讲 根本清理的还是在于 我们公路总局 他如何来把我们9026 他们接手之后 这些客运业者 他们的车辆数 以及他们车辆的一个品质 如何的来稳定下来 这是首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自从9026公路总局 接手之后 虽然有客运业者在行驶 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 行驶的一个待遇 对客运业来讲是 他们认为不能接受 为什么 他们客运一部车 一天4000块的一个租金 然后整整跑了三个月之后 公司还领不到这个租金 所以说他们其实 变成当年快到六个月 才收到租金 客运业者他们只能有 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营运的压力 所以很多业者半途就推出来了 我想这对于我们成哥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因为半次减少了 时间上不能配合 所以我们上班族朋友们 他们非常的急躁 所以说这部分呢 我希望说我们金融市政府 能向我们这个所谓交通部 争取我们所谓的公路法的一个修正 把我们客运业高速公路的这个路权 能开放给我们地方政府的 所谓的公车来行驶 但是这个行驶的话 就是说在一个所谓急需的情形之下 准以市工车来所谓的来行驶 来服务我们这些市民的需求 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公路法的问题 所以林佩祥立委在上任之后 我也给他提到这个事情 希望他在这个交通法规上的修法法 积极的去把这个所谓的解开 这个公路法的一个限制 所谓市公车不能行驶高速公路的这个条约 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呢 由我们金融 不是单单是有各县市的公车业者 需求协助服务市民的时候 就可以来行驶 尤其我们金融端的部分 往往是在早上时间跟傍晚下班的时间 这个两个时段是最需需我们来协助的 因为我刚讲9026 1815 1813 他们本身的这个车辆 这个金融池机调配上都有困难 那加上世界线司机的缺乏 他们有车无人请义之下 也使得整个班次的这个行驶呢 缺少了很多的一个顺畅性 所以说我希望说 我们在公路法上修正之后 把这个公路的这个行驶的地方 公车的这个行驶权呢 解开之后 让我们地方政府的公车 在急需的晨间跟晚上 这个上下班时间呢 来支援我们这个所谓的回程及去程的 这个民众的一个上下班的需求 我想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是就是要解决民众最需要最需要的要求 对啊 对那所以呢很多交通部分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市府 还有我们的议员们都很关心 他们就是直接到现场去直接看看 到底怎么样可以改善 包括了也争取捷运要延伸到长庚医院站 而且现在也已经即将规划了 这个消息让我们金融市民觉得很欣慰啦 交通部长王国彩啊 上个礼拜到金融来视察时候 他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国道六二延伸到 经商管理的这个案子 那也把我们金融捷运的二阶段的一个 所谓的规划评估费1950万 允许补助我们地方政府来做规划 我希望我们这个所谓捷运办公室既然成立了 希望我们地方政府有这个经费的补助 我们积极接手 从我们八渡如何进到我们安乐社区 经过八德路然后到麦津路 然后穿越我们的四九岭隧道 往东岸码头去开辟这个新的一条 我们捷运的轨道的第二系统 因为原来的铁轨系统 火车是不能跟我们所谓的捷运共用 所以说必须我们希望另辟一个新的捷径 到我们金融市安乐区 因为安乐区人口也最多 那边还有一个所谓的长庚综合医院在那边 我想各全金融市人都希望到长庚医院 转车搭车不方便 假设说这个捷运能到我们安乐社区 长庚这边设计战的话 我想七堵软软 软爱或是中山 他们搭捷运就能到我们长庚捷运战的话 也可以减少我们四公车的营运的承载的负荷量 我想这个长庚的这个站设立的话 将来它有它的延展性 往东可以延展以后未来的轨道系统 到东岸的九份或瑞芳去 即刻延伸到未来的轻轨捷运 到万里金山道淡水计结合 这是未来的一个所谓的轨道系统的一个功能的 一个延展性 但是最主要第一阶段希望说 我们捷运办公室成立之后 赶快积极的做这第二阶段的评估 跟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在新建中 能结合一并的双头进行 检讨我们这个决运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时效 是这是要关心我们的地方 关心地方民众的需求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62快速道路下面的桥下 有很多地方可以善加运用 来看看零恩典一座在市场市政总指寻的发言 零恩典也希望市政府可以利用62快速道路桥下的空间 好好规划利用 像这种地方适合做什么 那这个活动真的充足的证明 因为下大雨 在不管是表演的人 还有这个来的听的观众 在那边都没有影响 那特别是在62的桥下 其实有还很多地方 像八斗路 这个八斗路有这个62的桥有好几好几块 真的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善加利用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恩典一座 好 特别今天要提出来是在我们62快速道路的八斗段 特别是在八斗加油站和那个Toyota 这个公司那边旁边 那那一块地方目前一直都闲置在那里 那其实八南里也常常在那里借这个办活动 就后来跟市长建议 就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跟公务总局直接长时间的接下来 借下来以后 那由我们暖暖区公所来围管 那我们交通处也答应了要 交通处要帮我们应该先说公务处要帮我们铺上博油 然后交通处要帮我们发现 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机车的这个考照练习场 我想这个是目前 特别是我们谢伯良市长正在推这个年轻起机车的 电动机车的这个考照问题 那我看一并就可以解决 我想在这一个桥下呢 不但可以做这个考照机车练习场之外 那些的空间非常的大 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篮球场 我想现在特别是 大家都一直在说 希望各社区都能有好的一个风雨操场 实在说真的 要一个完整的全场的一个空间 是会有困难 但是在六月桥下那个部分 我想完全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那在星期三也就是4月10号 那我们那个立委林佩祥 也要亲自来为这件事情跟公路总局争取 在下面把它这个搞定 我相信会让第一个机车族 开始拿驾照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之外 然后还有那个风雨操场的产生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还有民众很关心的就是地内吊桥 就是已经开始动工了 所以说到这个吊桥 我想在林佳璋市长的时候 在他的应该是北风北的时候 就已经封了桥了 那时候原因是这个吊桥当初的钢索 还有一些的林佩健都已经锈死了 那时候到了这个邪桥梁市长上任之后 他们就决定要做这样子的修复 那可是呢 在包工在这个发包的当中呢 又有一些的变故 那结果又发现一件事 那个桥塔倾斜了 倾斜将近20度 所以临时本来说的 在去年的年中就可以修好 因为林建的部分可以完成 但是后来又发现桥塔倾斜 所以这个工程就比较大 那在经过这个发包也不顺利 结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市政府争取 那我们市长才是 就用紧急灾害的方式先修了 先修了 那所以在4月1号的时候就动工 那预计在11月的时候就可以完成 我想这一座钓桥 定内钓桥 在定内地区是一个 不管在早晨或者是傍晚 或者是晚上 非常多的民众需要的一个运动空间 因为第一个在这个基隆河畔 它这个防汛步道上 这个空气很好 那这个照明部分也都做得不错 周边的这个设施也都蛮完善的 这一旦桥封起来了 那大家要走更长一点的运动 就是有点受限 所以这一座的吊桥 在地方上是我们民意代表 非常积极一直争取 谢谢市长也答应用最快的速度 在4月1号就开始动工了 我想我们定内已经民众 非常多的人在期待 对 真的就是要让民众 有地方可以好好的运动 有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恩典一座 其实办了一个活动 公园野孩子 我们一块来看看 孩子们玩到叫声和笑声不断 各种所谓旧时代 利用现有器材做成的各类型小朋友邮具 重新搬回公园里面 同样让现在的小朋友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连恩典 在儿童节连假时 结合暖暖亲子馆 暖暖图书馆 以及基隆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科 特地在地内15号公园搭棚办理一场 名为公园野孩子的活动 非常受到欢迎 好 两只手都抱了 我想这个让公园野孩子 是一个最好来玩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游戏的方式 不管是滑水 还有高空体验的 还有用箱子来打造自己的城堡的 格斗的 好像非常多的 那我希望今天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小孩子能够玩得开心 真的看起来很好玩 各式各样 而且都是利用临时的道具 就可以玩得很尽兴 好 我想特别是设计 这个公园野孩子这个活动 那在市场 我们谢伟良上任之后 在我们的应该说 每一区都要办一个 这个儿童游乐场所 但是这些的游乐场所 都是比较学龄前的 那一些小孩子玩的一些的活动 那怎么样让这些的大一点的孩子 好比说小学来 上来一直到六年级 这些玩一些的活动了 那当初就想到到户外来设计 这些用最简单的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活动也结合了 我们暖暖区这个天翔 这个同军 天翔同军团 一起来帮我们架设刚刚看到的 这个瞭望台 还有一些的滑水道 还有一些的很简单用篮子 就可以拖着玩的拔河等等的 还有一些的格斗的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说小时候 随便拿着一个东西就可以来玩得很开心的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呈现 所以现在也鼓励我们市政府在去年 这个公园课他们也有编了一些的预算 包括社会处还有我们的民政处都有少许的预算 来做这些社区赔利的这些活动 那这些的活动就要在我们的公园里面 能够在很自私化的这些的游戏之外 还有更有趣的这些的玩具 或者是来做游玩 那特别是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也持续了在每一个星期四 只要是好天星期三的下午半天的 小学生下课了 我们在公园里面都可以看到 这些社区赔利的这些年轻人 会带着这些孩子一起来玩 现在从境内四号公园一直延展到 暖暖区的白公园 甚至是一个他们说暖暖区的那个黑 叫黑公园 另外一个三角公园那边 三个公园已经都陆陆续续在办这些的活动 我想对周遭的这个父母亲 特别是在这些的说大不大的孩子 他可以有一个很好放电的地方 让家长同时也陪他们玩 有时候一起回去 大家一起讨论 我想这个要鼓励我们市政府 特别在孩子的游戏上 能够做比较大的变化 是6月8号即将也要办 是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宣传 我们6月8号还要办第二次的进阶版 那个公园与孩子我们还要再办一次 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就是要带大家好好的玩一玩 就是增加大家的休闲活动的空间 那说到这个要休闲要逛街 大家就会想到我们基隆市中心的东岸商场 我们要请教蓝敏黄蓝一作 其实之前的东岸商场有非常多的争议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要跟观众朋友 好好地来解释清楚 好 我想东岸商场的促成案 其实在谢国良任内所执行的是 有史以来却成功的一个促成案 因为我们第一次吸引到 威风集团这么大的改革工资 进到基隆来投资 我想威风集团绝对比NED集团要大很多 那很遗憾 这个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媒体 不断地丑化 不断地站在NED的立场来骑基隆市 这个我觉得非常可惜 也非常不曲 而且林转厂前市长 你担任过前市长 你没有站在基隆的立场来讲 这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谴责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东岸停车场的促成案 在民国105年时候标出去 那由基隆市政府跟东岸停车场来签约 那这是105年签的第一个合约 那这个是110年签的第二个合约 这个是由基隆市政府 也就是林优昌当市长的时候 他签下来合约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大日停车场租到之后 又把地上的经营权 转租给NED 也就是说NED他是二房东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NED跟大致 他签约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截录了几个重点 希望市民朋友好好看一下 第二条 甲方与基隆市东岸地底停车场 营运移转案 合约期限内 无法取得续约资格 事同双方终止合约 这条非常重要 因为大日没有办法拿到第三次的优先续约 所以他就被解约了 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再租给NED 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 租金的部分 那么大日跟主户昌场总共也是签两次合约 第一次105年到114年 一个月的租金250万 请大家注意听 第二次的合约是110年到114年 这次的合约是一个月270万 也就是说平均NED跟大日 一个月租260万 这是第二个重点 那么第三个重点 很谈的 第六条 以方不可违反基隆市东岸地底停车场营运转移计划案 基隆市政府的相关规定 写得很清楚 NED不能够违反基隆市政府地底停车场营运转移案的相关规定 那么第六条的第七点 本合约合法终止或租约届满 以方应既签出 将房屋签让还给甲房 写得清清楚楚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检视 NED对市政府提出的指控合不合理 第一个产权 他说是他的 合理吗 绝对不合理 大家看一下处仓案包括BOTROTOT都是政府的处仓案 明文规定法律条文明文规定 任何的处仓案期约到期营运权还有征件物都要无偿的移转给政府 这个是处仓法的规定很清楚 所以NED强权夺理说产权是他的绝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那么第二个他指控是政府强盗罪 因为二月一号强制执行犯了强盗罪 这更是无厘头 如果产权是基隆市政府 当天基隆市政府就是依法行政强制执行 反而是NED强占市府的财产 反而我们市政府应该告他的 所以说强盗罪在法律上最后仍然是不会成立的 那我想我以民间的举例 我曾经服务过民众 就是他把房子租给别人 结果人家不搬走 那怎么办 透过我协调对方还是不理 后来我就请协助这个民众去告他 法院最后给强制令 当强制令下来的时候 这个民众还是不敢去 还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对方搬走 他还是来找我 那时候我就请派出所派这个园警来协同 那因为对方看到有警察就乖乖的搬出去 我要讲的是说民间的服务案件 我们一亿员都能够请这个警察来协助执行公务 各况市政府在依法执行公务的时候 他派遣警察来汇同这个执行公务 绝对没有强盗罪的问题 以上是这两点我提出在法律上的见解 那么NED这家公司很厉害 他不但呛市政府呛检察官 对不对 他连检察官都敢呛 2月1号他们凌晨到地检署去抗议要送件 结果他们指控检察官故意不受理 后来检察官也开记者会严正博士 我想NED这种做法是非常可疑的 他背后一定有很强的正视力 他才敢呛检察官 各位市民朋友你们想想 谁敢去呛检察官的 中华民国是法治国家 你呛市府呛检察就算了 你连检察官都很呛 可见NED背后有很强的政治力在支持 好最重要的他又提出了 他权力金最高为什么没有得标 这点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 这一次的案子是 宿昌案是采用所谓评审标 不是价格标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为什么要采用评审标 现在很多政府的公共监制都采用评审标 因为过去在李登辉时代被号称黑金时代 当时就很多工程被低价抢标 最后再来留标 造成政府的困难 甚至通过政治力去怎么样 追加预算 造成黑金政治犯难 后来再演变出所谓的评审标 评审标就是你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 价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要件 好那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是NED公开提出来的资料 我就拿这个资料来跟大家讲 他标八千多万合不合理 各位看一下这个有一个3835还有一个8361 这两笔经费金额简单说就是 整个东岸商场的烧标 微风一年标三千八百三十万 那么NED它标多少 八千三百六十一万 好NED标这个价钱合不合理 各位市民我跟大家报告 刚刚我已经跟大家提示了 NED跟大日签约平均七年来 他一个月只租多少260万 好我们看 那微风他标三千八百三十五万 我们把它除以十二 就是微风一个月用三百一十九万 像是这种租 对不对 那这个相较于过去七年 NED只付260万 有没有比较高 有啊怎么会比较高 好那NED它有本事 它今年标八千三百六十一万 你把它除以十二 等于NED一个月要用六百九十六万 去跟市政府租 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 过去七年他一个月只要260万而已 现在他要来抢标 他一个月要用六百九十六万来抢标 你们觉得他标这个数字合理吗 那这个数字我有两种解读 一种他已经事先知道了 他是不会得标的厂商 因为他在招标之前 就有跟市政府有很多的纷争 他强占市政府的财长不搬出去 他知道有利标他应该不会得标 他故意标这个数字给市政府难看 这是我第一个合理解释 第二个证明什么 过去他是暴利 他如果标八千多万 他还可以赚钱 正常来讲也是赚钱 他不肯去标一个赔钱的案子 那为什么过去他只付260万的租金 现在他要追加到六百九十六万 我想这个数字有很重的问题 我想整个东岸的出仓案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我们就不用在这里追溯 希望司法赶快判决下来 我相信一定可以回 反市政府的公道 那我在这边也希望说 民进党的议员你应该监督 但不应该丑化跟抹黑基隆市政府 那这次是产权之争 如果产权是属于NET 那对这次政府来讲 就是非常大的财政损失 我们绝对从议员的角度 议会的角度 我们绝对要捍卫市场 跟市场站在一起 那我在这边也希望 理论商市场你应该 站在基隆市的立场 捍卫基隆市的查产 而不是应该站在厂商的立场 来帮他们讲话 以上是我对本案的一个补充说明 最重要的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那我希望赶快由司法判决下来 以后反映我们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长谢国良一个公道 是就是交给司法来处理来判别 我们请问秦正义座 你们会要不说 刚才我们林医研把这个整个 招标的过程以及条约的 一些说得非常清楚 那其实整个事件来讲 是属于产权的归属 权利金跟土利的三个方向 大家在质疑 那产权的归属 刚才我们林医研也讲得很清楚 在合约上讲了 不管OT、ROT、VOT、OT等等 最后的产权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而不属于某一个所谓成标业者 他所有 那整个事情来讲 那个前市府把这个租给大日 然后大日又再赚给所谓的祖父 那这就是一件非常变的合约 一个各一个的合约 那时金融市政府丧失了 他直接管理的权利与责任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已经是埋下了 权益归属的风险 那现在祖父拿着大日签的合约 明目张胆在房东的土地上 建起自己的房子 如此一来简单说 租任合约变成了复杂的 产权归属的问题 而且更糟糕的是 祖父呢 他当起的三房东 分除了跟其他的房客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 也深深伤害了金融市民的权益 也使得我们金融市政府 从包叔公变成了停车场的收费人 总而言之 祖父就是想用正义的手段 营造成事实 逼迫市政府接受不合理要求 我想这个无论如何呢 在这都是金融市政府的财产 在我秦政个人 跟我们金融市民来讲 一定不容许 所谓的产权 变作公共领域 变作私人的产权 这是没有道理的 那而且呢 在整个东方正义的这个过程 法律过程中呢 曾经祖父他们提到 法院所谓的侵占罪 也都被驳回了 表示这不是一个刑事案件 而属于民事租约的纠纷案件 所以后来被法院驳回 让他转移为民事的一个案件 去投诉 所以说整个来讲 今天市政府 所有外包停车场 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那自己有业者 他誓约定 然后在公共场所 盖其他的房子 那以后我们金融市政府 如何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不是天下大乱 所以说秦政在此 在整个东岸停车产权来讲 都是我们金融市民全体的财产 而金融市政府呢 在所谓的犹豫再三 我想也不是犹豫再三 所以在不得心思下 他为了依然决然保护 我们金融市民的所有的财产 他们不然反正正本清源的 就是来把产权 登记为金融市政府 我想这是对金融市政府来讲 对市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交代跟保护 那最后来讲说 在这个租约之前 前市府林佑昌在时期 以大陆公司签订合约外 有没有另外与主户公司私下协议 我想这我们大家必须要去探讨的 第二 二楼以上的齐造人为金融市政府 为何完工没有登记为金融市政府财产 在林佑昌市长的时代 第三 二楼以上的建造 始造 相防安全 营业执照是如何是合法的 因为你既然没有产权 怎么有营业执照 一个营业行为而发生 第四 二楼以上建造的资金 大陆有没有跟市府交代清楚 其中有没有主妇的出力协助 这等等要说清楚 第五 大陆合约到起 市府重新招标 那为什么主妇有没有提出一遇 而也参加了投标 所以说以上来讲 这五项呢 在12月25号 新旧市场交接的时候 何以没有将此案详细的交代清楚 因为大陆在市场交接前 已经发生了弊案 所以他以事实上升 他优先承租权这个权力 后续这个缩维的间断 便利于我们市市长 在大陆之间 还有我们祖父之间的三角关系的 一个所谓产权的争议 所以在整个来讲 权力经营的部分 刚才您也讲得很清楚了 并没有说高标不得得标 而是一个所谓有力标 一个限制招标的一个规范 来评比你整个营运的能力 以及将来对这个营运后续的发展 一个方向 来认为你有这个产生有没有能力 来做后续的一个经营 这才是整个标约的一个定案 我想这里面有没有图力 刚才您也讲得很清楚 整个对这个金额的比例 来对照的话 没有所谓的图力 而是实际的营业者 他们换占他每个月的营业业绩 可以负担到什么程度 将来投资的比例 在整个年限讲 他多少年可以回收 就他们有一个精算的结果 所以说在产权归属 全力金以及图力方面 我想金融市政府 先站得非常好的一个角度来讲 也剩着大家一个市民的支持 是就是捍卫市民的财产 然后我们要请教恩典一座 我想再补充一下 其实这一件案子 让金融市在全台湾省 都一个曝光度 红了一个月 真的是一个月 真的一个月 到现在还继续还有 还有再红下去 那其实从一开始的 这个林佑昌 从OT案 自己转换成ROT 当初议会在开议的时候 就针对这件事情 做了非常大的质疑 然后我们也发了文 请监察院来弹劾这件事情 结果监察院有回复 因为这一件事情属于出残案 也让这个地方政府自己做决定 但是他有个诞书 他有特别说 OT和ROT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中央 他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 然后当然他有特别说 这OT和ROT是不一样的 好 这样子一下来之后 用OT案签了 结果林佑昌自己私下 跟大日做了ROT的行为 然后把三 二 三 四楼都盖起来 所以在那边有一些的营运的情形 然后衍生到后面的产产 那我再补充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开始时候 NET 他是用这个 自己的产权 来争取他的产权权益 讲了十天 过了十天以后他讲什么 他说2月1号的凌晨 市政府带了警察 用电子检 破坏了一些电子锁 这件事情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违法的事 你想 这一些的民进党的 议员或者是这些的 会放过这件事情吗 大家也知道 刚刚蓝议员有说到 这一件事情 如果是民事 检察官没有判定 法院没有判定 强制执行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进入的 那一天2月1号 是做什么事呢 是点交 公共设施 电梯 电机 消防 还有里面所有的 那个 一个控制室 那都没有到 Net去破坏 开Net 他私下店里面 的任何的门 也没有进去里面 拿任何一件的东西 所以这个媒体呢 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炒作 说这个怎么不应该 这是违法的事情 事后 也不是 过了几天以后 市政府有强力的解释 但是已经 这个媒体已经在发烧 说这个 这个市政府 跟那个强盗一样 强制进入人家 我想 这是我补充的地方 那自己 他就讲了 就再说 对我们剩最后一分钟 一分钟啊 对剩最后一分钟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我已经针对 Net 的产权 强盗罪 他的权力性追告 为什么没有标到 做出解释 现在我再把最重要的 给 给示意一下 那么民进党也质疑说 为什么要签20年 事实上是 领袖商在 东岸商场 签约之后 马上修改 基隆市 停车场支持条例 把它放宽条件 所以说 修改20年也是 符合基隆市 政府的支持条例 那合不合理 我们来看看这个表 基隆市的这个ROT案 签20年 那么台南市 有一个海安地下停车场 也是签20年 那高雄市也有一个云云案 他也是签50年 我想民进党应该用同样的标准 而不能用双标 别的县市也都是签20年 因为你签约旗舰厂大企业 才可能去做这样的投资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这也是微风 愿意进来投票的因素之一 所以请民进党议员 不要以便盖全 故意抹黑市政府 以上古中说明 是 今天真的非常 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看见我们地方民众的新十人 也当然监督了我们的金融市政 给提出很好的建议 相信在议员们的努力之下 我们金融会越来越好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三位一座 我们下次见 拜拜